Salut Les amis, 我是冬冬, 欢迎收看《饮食法文》 上一集介绍完法式京葱马铃薯汤的烹调之后 今集再讲讲它的典故 以及一些煲汤理论 过程中可能涉及一些法文 大家要心理准备 先讲典故 这款汤的法文名叫做Vichy Schwarz 最有积可寻的源头是在1950年 美国New Yorker 斗约客雜誌 采访当地利斯卡尔酒店 Ritz Carlton 法国总厨 路易迪亚 Louidia 的时候 他说在1917年任职酒店7年之后 想起小时候 妈妈和妈妈经常煮的一款汤 觉得非常回味 于是决定做一款相似的汤 来款待客人 又因为他的家乡 鄰近法国的温泉和水鸟名城Vichy 这次就以这个城市来命名这款汤 Vichy Schwarz的意思就是 遗欺人 或者是遗欺的 迪亚还在采访中提到 他小时候 在夏天会和哥哥 将冻牛奶倒入这个汤里 令到他变凉 可以吃得更加痛快 因此他在美国推出的时候 是冻食的 这个亦是美国的主流食法 可能是这个原因 很多人介绍这款汤的时候 就认定他是冻食的 又因为识英文和去美国的人较多 所以粤语为基百科 就将他翻译成 法式薯仔冻汤 细体内容 讲的就是这款汤 不过他是不是真的只适宜冻食呢 我不同意 因为在迪亚之前 差不多100年 法国就有食谱 介绍基本相同的汤 只不过名字不同 叫做 Bordage Barmentier 或者是Bordage à la Barmentier 其中Bordage的意思是汤 而Bardmentier 是指法国17世纪 著名营养学家 帕蒙蒂埃 法国人吃薯仔 完全归功于他的推广 所以在法国食谱里面 只要见到Bardmentier 这个字 就知道一定有薯仔 而Bordage Barmentier 可以以译作 薯仔汤 现在上网搜寻 可以找到很多他的食谱 煮法 和Vichy Suarez 基本相同 只是有时会用牛奶 代替水 或者上汤 而且是热食的 看来 这个才是他的原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上世纪末的著名厨师 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朱利亚查尔德 Julia Child 在介绍Vichy Suarez 的时候 曾经宣称 他不是法国的 而是美国的首创 但就没有进一步解释原因 我觉得他说的是不无道理 因为汤的煲法 虽然在法国早已存在 但他的名字 是在美国定的 按国值法 在哪里出生就是哪里人 加上要冻食 这样 Vichy Suarez 是美国汤 是没问题的 在法国 介绍Bondage Bondage-Bachmontier的网上食谱比较多 但就不是怎样看到 法国人提供Vichy Suarez 现在能够找到的食谱 都是英文的 我本来应该用他的法文名 来介绍这个汤 但因为觉得 香港人绝大多数懂英文 选过英文网站 经常出现的法国名来介绍 可能会比较多人接受 不过 坦白一点 Vichy Suarez 这个字很难读 就连法国网站 都有人投诉 他是 这些合法国网站 读不到的 讲完典故 又讲烹调理论 我曾经讲过 要介绍部分有代表性的法国汤 这个是其中之一 它的特点 是食材全部都是素的 就算完全不加牛油或者牛奶 亦都可以变得很稠 给人一种好奶油 好creamy的感觉 变得比较高级 因为用了薯仔 同时在煮好之后 用搅拌机将全部食材打碎 这样就可以给薯仔里面的 淀粉质释放出来 变成增酬剂 令到汤变稠 掌握了这个原理之后 要煮全素汤 但又想令到它变得creamy 只要加薯仔和打碎就可以了 想个汤稠一点 就放多些薯仔 不想那么稠就放少些 我讲的代表性 即是全素结汤 就在这里 而我亦都看过很多法国全素结汤的食谱 基本都是按照这个原理煮出来的 只是换了其他食材和香料 变化出不同的新食味 以后有空我会多作介绍 再和大家交流 这次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订阅 到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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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